卷毛沸沸研究会 要不是姐姐情绪不是太好 卢米安肯定已经笑出了声音 可就算控制住了笑声 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知道的明白你们在研究卷毛沸沸 不知道的还以为一群卷毛沸沸在做研究 当然 他这只是在开玩笑 因为研究这个单词是被动语态 奥罗尔白了他一眼 我们自己也经常调侃自己 说是一群卷毛沸沸在被研究 见姐姐状态好了点 卢米安转而问道 你们研究会的成员都是非凡者吗 不全是 奥罗尔简略回答 但有的聚会 普通人无法参加 他没说为什么无法参加 会长是谁 一共几个副会长 卢米安追问道 你在查户口本吗 奥罗尔没好气递回了一句 啊 卢米安听得一头雾水 其实 他大概猜得到姐姐说的记录家庭人员情况的小本子代指的是卷毛沸沸研究会的具体状况 意思则是不喜欢自己打听的过于详细 奥罗尔鼓了下嘴巴 吐了口气道 会长的代号是甘道夫 一共五名副会长 好了 我要召唤海拉的信使了 卢米安先是点头 旋即有了点疑惑 奥罗尔 呃 姐姐 你不是说只知道海拉这个代号 不清楚他具体叫什么吗 这还怎么召唤他的信使 他记得姐姐刚才说过 把召唤咒文的最后一段改成独属于某某某的信使就可以非常准确的指向目标生物 可现在并不知道某某某是谁啊 很好 奥罗尔赞了一句 能发现问题是优秀的学习品质 这么说吧 你和灵界生物签订契约的时候用什么名字都没关系 契约会自动从你身上抽离一点真实气息 让双方产生关联 不过 记住 之后在召唤只能用签订契约时写的那个名字 改成真名会无效 卢米安认真琢磨了下道 我明白了 关键是气息和联系 签订契约时的名字只相当于后续召唤会用到的咒纹 写什么都没关系 对 奥罗尔微微点头 卢米安忽然笑了一声 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 假设啊 我说假设 姐姐你获得了准确的咒纹 召唤出来一个信使 以奥罗尔 李的名义和他签订了契约 之后 你因为爱护弟弟 也就是我 交了那个咒纹给我 我呢 成功召唤出了另一个信使 可在签订契约的时候 一时好玩 也用了奥罗尔 李的名义来签订 那么问题来了 用读属于奥罗尔 李的信使这句描述会召唤出哪个来 奥罗尔听的脸都清了 我又没有信使 我怎么知道 他呼了一口气 平复了下心态 边思索边说道 这其实属于崇明带来的指向混淆 比起只能自己召唤的普通契约生物 可以让他人召唤的信使确实容易存在这种问题 但我因为没有信使 不确定是不是有特殊的机制来规避类似错误 我只能以我的知识尝试做一下分析 一 拥有信使的人非常少 重鸣的概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 真要有崇明 可以在召唤仪式里放上带有信使主人气息的物品 用它来精准锁定 三 你真要害怕崇明 签订契约的时候可以把名字编得长一点 比如 卢米安 托雷斯 阿莱 兰洛斯 亚瑟 格尔曼 斯帕罗 李 这样应该就不会有重名了 但很可能刚签完契约我就忘记了这个名字 太难记了 卢米安咕弄了起来 还有 为什么要加上海盗猎人 大冒险家的名字 因为我喜欢 佛尔斯 沃尔女士的冒险家系列小说太经典了 奥罗尔理直气壮 他转过身体 整理起祭坛 准备正式举行召唤仪式 就在这个时候 卢米安想到了一件事情 连忙喊道 等一下 怎么了 奥罗尔回过头来 一脸茫然 卢米安严肃问道 现实属不属于外来者 奥罗尔先是一脸问号 不明白弟弟的意思 但很快就想清楚了问题所在 他斟酱着反问 你的意思是 作为外来者的信使来到 科尔度后会陷入循环 再也无法离开 没等 卢米安回答 奥罗尔有了新的推测 不 情况会更严重 他是契约生物 拿到信之后 会立刻去海拉那里 等同脱离科尔度 那样一来 又重启了 在之后 他因为本能一次次离开 我们则一次次重启 根本没时间调查循环的关键 卢米安忍不住想象 其姐姐描述的那个场景 自己刚睁开眼睛 看见熟悉的卧室 然后又睁开眼睛 看见熟悉的卧室 接着又睁开眼睛 看见熟悉的卧房 重复这么一个动作无数次 而一切的根源是某信使急着回家 奥罗尔抬手捂了下额头 我都不敢想象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感叹完 他正色分析道 从目前的情况看 有生命的事物离开科尔度 及周围区域会导致循环重启 而无生命的物质不会触动限制 拍出去的那封电报和寄出去的那封信 都是证明 如果真是这样 林肯定也不行 看来不能召唤信使了 听到这里 卢米安突然想通了小兰叔 为什么能保持被剪掉单词的状态 被剪掉的纸条离开了科尔度村 脱离了这个循环 不再受到影响 不会归来 小兰叔自然就没法恢复原状 他把这个推测告诉了姐姐 莫了道 小兰叔的问题是解决了 可那封信是怎么寄出去的 循环的时候肯定没法寄走 送信的人一离开科尔度就会导致重启 而如果是循环之前 我完全没有印象 你呢 我也没有 奥罗尔想了几秒 笑骂道 你这个笨蛋 差点把我思路带歪 在循环里把信寄出去很简单啊 啊 卢米安看着自己聪明的姐姐 奥罗尔笑道 把信寄出去不需要邮差 也不需要雇用送信人 当我们发现异常 不想惊动可能存在问题的那些人时 最好的选择是找一个木盒 把制作出来的求救信放在里面 做好密封 然后将木盒丢入村外的河流里 让它自然的飘向下游 等其他村庄乃至达列日的人捡到 帮我们送给官方 你说过 我们上次循环已经确认 循环包含了河流一小部分 可以抵达 对啊 卢米安猛的合起双掌 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河流里的鱼会不会导致重启 应该不会 奥罗尔想了吓到 这类没什么灵质的生物 对无形的限制非常敏感 或者说 更容易受到无形的影响 它们大概率会本能的不靠近 可能导致重启的地方 那你的白纸呢 到了12个小时 它就不得不离开现实世界了 卢米安感觉这也会让循环重启 奥罗尔环顾了一圈 思索着说道 我怀疑循环不仅包含科尔度村及周围山区 还囊括了这个地方和这里所有人在灵界对应的那片区域 你应该不知道 灵界和现实的自然交互其实是比较多的 不把对应的灵界包含进来 那可能隔一会就重启 隔一会就重启 而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白纸作为我的契约生物 与科尔度村友直接联系 它遨游的那片灵界大概率也被囊括了进来 我还是对神秘学不够了解啊 卢米安不再多问 奥罗尔又掩饰了一遍一世魔法的流程 解除掉了灵性之墙 陡然刮起的无形之风里 他对卢米安道 现在天已经全黑 我教你真正的冥想和开启灵式的方法 嗯嗯 卢米安表示自己在认真听 奥罗尔讲解道 冥想的前半部分你早就掌握了 我们从后半部分开始 当你想象出那轮太阳 收束好精神 进入比较平静的状态后 让脑袋微微放空 勾勒一个现实不存在的事物来代替那轮太阳 不断勾勒 不断重复 直到你身心都获得宁静 思绪产生一种飘起来的感觉 现实不存在的事物 卢米安不太理解 奥罗尔拿出纸笔 随便画了几下 你看现实里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吗 纸上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像是长了眼睛又被在脸上打了叉的圆球 你画出来不就有了吗 这画是在现实里啊 卢米安觉得姐姐的解释不太对 画中想象中的都不算现实 奥罗尔翻了个白眼 给弟弟当老师就得时常受这种气 卢米安握了一声 那我就用你这个图试试 他拉过椅子 坐了下来 靠着椅背 集中起精神 那轮赤红的太阳迅速勾勒于他的脑海 让他逐渐变得平静 过了一会儿 因为是在现实 所以他没听见那恐怖的 神秘的声音 可以从容的用姐姐随手画的那个图案 来代替冥想里的太阳 长了眼睛 打了个叉的圆球飞快凸显在了卢米安的脑海 随着卢米安的反复勾勒 他的身与心越来越宁静 思绪渐渐有了飘忽之感 他看见周围多了淡淡的灰雾 多了一些难以描述的 不存在般的事物与混杂在一起的浓郁色块 而高空 也许是深处 有一道道明镜的光滑 不用着急 猎人第一次就冥想成功的概率很低 奥罗尔在旁边宽慰起弟弟 卢米安正想向姐姐报告自己成功进入了冥想状态 突然感觉淡淡挥舞的深处和无穷高的地方 有什么事物在注视着自己 这似乎是幻觉 却看得他浑身冒冷汗 莫名恐惧 一下就脱离了冥想状态 感谢观看